亲爱的战友们好啊,今天是8月10号,你们见识了吗? 你们往镇上泼水了吗?啊,亲爱的战友们啊,很热闹啊,很热闹啊。 大家现在啊,这个可能时间稍微长了两个月, 大家注意到香港昨天啊,是有很多明确的变化啊,明确的变化。 而且大家能看到香港啊,这个昨天的上街,还有一些人的表态已经完全不同了,完全不同了。 而且在西方的啊,这些国家啊,大家也能看到啊,也能看到啊, 这个很多表态和支持也都不一样了,那边风大啊,那边风大,那边风大啊。 所以大家也都看到了啊,所以说战友们, 啊,共产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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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 啊,共产党要玩牛蛋了,玩球蛋了。 共产党真的要玩球蛋了啊,要玩球蛋了。你看看, 这共产党哪像一个党的样子吗? 这个北戴河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吧? 也知道党内发生什么事了吧? 这个党内发生的这些事情啊,是可以预测到的。 啊,大家都知道啊,他们现在党内利用这个事情都开始较量了。 啊,利用这个事情的较量的本质是什么? 就是各利益集团都不想在香港这个事儿上去为他们这个疯狂的行动。 可以说什么玉石即焚呢?太看得起他们了,林郑月娥。 他跟谁分呢?他分不了。他要的事情,他未来要面对的事情,是他自己走向灭亡。 啊,彻底的灭亡。没有人跟他去分去,谁那么跟他分呢?啊,跟他分啥呀?是吧? 啊,谁愿意给你分呢?啊,那么。 啊,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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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,我本来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的啊。啊,这个,我看到这个北戴河,咱们的战友们给我发来的信息。 信息啊,说这些,这些中南坑,啊,染头发的家伙,手指头硬的家伙,非常激烈的对抗。很明确,谁负责任?啊,谁为现在负责任?啊,说香港那些老百姓你这样打他们,啊,你那些孩子们打他们,那都是有,全都被录下来的。 你还能像八九六四一样把这东西都能给它铲除了吗?啊,任何一个国家宣布,啊,香港警察,香港距离部队,香港政府属于恐怖组织。 然后如果进港的解放军进去以后,把香港的驻港的所有官员列为,啊,恐怖组织,和对人类有威胁的,安全有威胁的,不受欢迎的,啊,这些分子。 共产党不完了吗?啊,这老同志说的都对,啊,这老同志这回可逮着机会了啊,啊,使劲,使劲,使劲劲劲啊。啊,还有我特别搞笑,但是战友跟我说啊,啊,竟然有老同志,啊,写了短短的半页纸,发给所有的人。 题目就是,明年是否我们还能在北戴河相见?啊,题目就是,明年是否在北戴河还能相见?战友们啥意思啊? 你想想这个里面就问了几个问题,香港的问题最终你怎么解决?啊,第二个, 中国的经济这样下去,你还有明年吗?第三个,这种高压下的中国社会,你能撑过明年吗? 更重要的事情,中美关系到这个程度,啊,共产党和中国的政府能撑到明年吗?啊,中国现在的, 多,多方面的问题,啊,不可抗拒的,无法改变的,少数民族,如新疆西藏。啊,如果突然间全新疆全都上街了, 你还能再增压吗?这个问题怎么解决?就是,你能解决吗?你能都抓起来吗? 党内人人自卫,不是那个自卫啊,手银不是那个自卫,是人人自卫,将引发的,党内的消极,和,潜意识的,与海外势力的配合。 甚至是,啊,发生内部性的动乱和暴乱,怎么解决?啊,但是我觉得其中有一个问题说得特别好,说现在,我们,也就是说共产党,能在这个时代控制住,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吗?啊,这个说得太好了,我觉得说得好,能控制得住吗? 最后一个说,中国的财政赤字,和对外债,如果发生双爆发,结果会什么样? 我再看一看啊,别忘了啊,哈哈。 对了,还一个是。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,如果对所有的,在海外的国家资产,啊,这老同志很聪明,都列为非法资产,进行查封,怎么办? 啊,这老同志还是有脑子的啊,还是有脑子的啊,啊,他不说这是腐败资产,啊,一听这水平像谁,大家知道了吗?啊,那些美国说,你这资产,啊,我都怀疑你是非法资产,啊,怎么办?怎么办?啊,还有一个,这老同志挺聪明,最后一条。 好,现在,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家运行制度,事实上废除了常委和政治局,这个模式是否能继续下去?牛啊,牛啊,这位老同志敢这时候说话,对着谁来的,大家都明白了?啊,啊,是吧? 啊,对着谁来的,战友们?所以这个时候,大家要记住,以美灭共,把战场拉向国际,啊,以共灭共,来,来感觉了,来感觉了。 这是我们爆料有史以来,在党内发出的最有效,最积极,最有用,最直接,对我们爆料革命和灭共的最佳信息。 啊,这位同志弄不好,又要改变历史了,十八大他都改变历史了,这位老同志还是不错的呀,啊,所以我还是low着了,啊,少爆他的料,啊,少爆他的料。 哈,如果他再不说话,我就爆料了,啊,啊,啊,当然人家跟他不是一伙,人家是共产党一伙,啊,啊,但是这个北戴河的这个太重要了,重大,重大信息。 战友们等着吧,这个信一出来,傻眼了北戴河,这开启了,以共灭共的最重要的时刻。 啊,第三个战场,就是共产党内部的斗争的战场。 一共灭共进入第三个时代,共产党内部开始内斗。 谁能改变?请告诉我,谁能改变? 我等这一刻等的很久了。 上天会有眼的,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的。 亲爱的战友们,关注北戴河的这封信的事件,关注北戴河的政治动态。